放军机呢 这个民用的运12啊 还记得吗 在上个月就这样子这么近 然后飞到了 马祖东颖的防空区 这个颖防区上空啦 那么军方呢 现在说为了要强化 这个东颖啊 还有这个外离岛等地的 空中突发状况处置作为 最近呢 说要派这个马防部 大批的信号枪 然后呢步兵就开始来训练了 派教官到东颖去授课 那将会由这个地面的卫哨 对于这种比较靠近低空 不明的这种 飞行机无人机也好 发射信号弹来试警 但是现在呢 也有官员认为 这样子会不会就等于曝光了 我们的监视位置呢 当然这国防部分 也是让大家觉得 是有一点两难啦 只是呢保家卫国 我们来补破网 但是呢 这一招真的是很克难 刚才说到的 地对空 再来呢 俄乌战火 我们大家也一直在讨论啦 到底啊 台湾出事 美国会不会来 我们先来看 这一位呢 是纽约大学的政治学系的教授 雄介 他做了一个分析 他说呢 从这一次的乌克兰危机啊 对台湾有很大的启示 他说对 乌克兰是乌克兰 台湾是台湾 但是呢 我们看到的就是 美国会出兵 保卫台湾的可能性 完全只是幻想而已 他说呢 希望台湾人民啊 不要再相信了 台湾有什么 台湾有事 美国会来救的谎言 他也提到了 台海的和平稳定呢 只有靠着两岸人民的 共同维护 雄介呢 他是硬要演讲啦 他就指出了这次的 这个乌克兰危机 然后呢 再反观台湾 他也点出哦 对台湾跟乌克兰状况不一样 但是呢 台湾应该看清楚 美国在打乌克兰牌 抵制俄罗斯 在抗俄的部分 跟美国在打台湾牌 抗中 这道理是不是一样的 教授也说了哦 俄罗斯出兵乌克兰 但是美国没有出兵 协助乌克兰啊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台湾如果这个 搞台独势力的人士呢 这简直就是一个 当头棒喝 不要幻想 美国会出兵 协助防卫台湾了 好 我们的国防 还真的是要自己来救 美国的国防部长的 这个助理部长 国防部的助理部长 卡尔林 他公开就表示了 如果大陆侵犯台湾 好 乌克兰可以作为 台湾自我防卫的典范 大家话听清楚了没 乌克兰今日 怎么保卫自己的家园 未来我们是不是也会走上 同样的 如此残酷的这条路呢 乌克兰国军奋战 美国对台湾 难道会比对乌克兰好吗 美国国防部负责战略 拟定的助理部长卡尔林 在联邦参议院听证会上公开说 如果大陆侵犯台湾的话 乌克兰可以作为台湾 自我防卫的典范 万一看惊呆了 美国的意思就是不出兵 难道乌克兰是好榜样 难民有好几百万 这就是大难来时各自飞要记得 你们要看清楚了 台湾有事情美军不会来 他会送你一些物资 能到做救援 他们也是没送战机 这个结果没有办法送进去乌克兰 台湾战的话 美国应该一样会为我们祈祷 即便我们买再多的武器 花再多的军事经费 都比不上地战来的重要 有学者说执政者老师挑衅对岸 若是擦枪走火引发战火 应该先修法 明定高官立委们在战争来时 冲突危机时刻不得落跑 否则要法办 整理相关的同舟一命 或者是不落跑的一个条款 绝对会有一个正面 跟积极的一个效果 你不是说要爱台湾吗 毕竟爱台湾是绿军喊漫天响 我相当赞成 我觉得不但要明定高官 不得离开国家 实际上包括所有的高官 包括我们立法委员 几等亲类都应该 大家一起死守家园 美国要台湾自立自强 借近乌克兰 若有战争 不但美国不会为台湾出兵打仗 民众更担心 大官们不知道会不会跟百姓 并肩作战 借林文林沛杰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好 自己的兵自己练了 国防部号称 史上最硬的新智教招 在今天早上进行实弹射击 这回的教招呢 是从训练 睡觉吃饭 通通都在户外 洗澡的时候 也是野战的沐浴帐棚 跟教招时吃的 八种加热式餐盒也一次大曝光 医生立下实施射击 行至教招第十天 实在射击训练 从过去十二小时 延长到二十八小时 为了让赵远感觉到暂时情境 这回连睡觉都直接搬到野外 十分钟内就能搭起了野营帐 一张睡四个人 只是在户外 洗澡又要怎么办 帐篷内雪龙头一开 不但一分钟内就有热水 不用打冷战 外观跟一般帐篷 看起来没两样的野战 移动沐浴机 一次可让十二人同时洗澡 这位教招没跟你客气 通通来实战 想吃饭还是加热式料理包 自己搞 这样一整套号称最硬教招 对战力真能有帮助 确实有 因为其实行军不是纯粹 像大家看起来 很像很简单这种行军 但我觉得 它的意义蛮深的 因为它训练的部分 其实是大家的耐力 跟以往来比 确实有 也增加蛮多一些 我们该训练的一些基础 这次的教招 让我们深刻感受到 我们不用害怕 因为很多东西 就是临时状况 意志力与体能上 恶物战争风火 近在眼前 这回采取实时训练 处处接战场 十四天的实战复习技能 就盼真能加强 我国战力 也有将我们离旋 AZN小组台北报道 今天的幻象2000 发生了这个落海的意外 11点25分 编号2017的幻象2000 在台东外海实力的 台东制航基地的外海 进行训练的时候 发生了事故意外 那么最后呢 忠孝黄仲凯是平安的 跳伞逃生 那么在今天呢 这个空军的政战主任 也接受我们的专访 告诉我们目前的 忠孝的状况 是平安的 可以步行上救护车 目前掌握的话 人员已经成功的 已经上岸了 我想人员已经成功的收留完成 后续我们会到程序 对人员的 包含的它的安全状况 申请的状况 我们会做一个检查 后续会整个了解 整个全班后续的状况 依照目前的标准作业程序 我们希望能够组织落实 有关于这些细节 我想我对司令部的态度 非常的明确 我们目前当然 首先是以 人员的安全 为主要的考量 后续我们会成立专案的编组 会了解全班的 这些 这个事先的整个过程 我们成立一个专案的编组 会了解相关的这些细节 我想在还没有证实相关的噪音之前 我想我们都做过度的评论 那有关于您刚所关系的这些议题 我想后续我们如果会通过新闻网友系统 会让各位都不知道 好 再来 这个飞官跳伞 他人已经平安的找到了 只是人员平安情形 这是我们刚刚收到的最新画面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飞官 他是自行 步行上救护车的 那么因为安全的关系 他现在全身 还是必须要经过检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飞官他也是躺在单架上 然后现在紧急的 送到医院来做全身的检查 看看他有没有骨折 或者是哪边的一个状况 但目前得知的消息 飞官意识是清醒的 人员是平安的 那么这位驾驶患向的飞官 是中校黄仲凯 他是四一作战队的中校分队长 他是官校95年班87期 那这是我们刚收到的最新画面 目前他人在医院进行检查跟治疗 有最新的消息 以及幻象到底为何落海 待会国防部可能会有 还有空军可能会有新的记者会 我们再为大家做进一步的连线说明 好 再来我们说自己的防卫 自己练 我们自己要动起来 只是我们刚刚说到的 来看一下 台湾到底有没有办法 真的实地的被保卫到呢 熊介刚才我刚刚已经跟大家念过 他是什么 台湾关系法起草人 他是美国知名的政治学 纽约大学的政治系的教授 他告诉大家很明白的 哇 这真的写得很白 白纸黑字 美国出兵保卫台湾的可能性 完全只是幻想而已 另外希望台湾民众不要相信 台湾有事 美国会来救 他说台海和平稳定 只能靠两岸人民共同维护 的确我们从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 你会发现美国也一直告诉他们 你们自己的国土 你们要自己维护 我会给你武器 我会给你钱 但是最后打仗的还是你们自己 好 看看今日的乌克兰 我们也可以借近一下 知道一下台湾的处境如何 好 再来呢 我们刚才这边来刚刚说到的 接下来的之前就是大陆的运石二 靠非常非常近 到了东影的防空区上方 所以现在我们为了要 嚇阻这个低空的不明机 军方证实了外岛要启用信号枪 同时为了因应这个威胁 海陆空要展开24小时的战备征询 今年2月马祖上空出现 共机迫近东影防区上空 当时地面防空部队遭到质疑 没有及时启动战备防训 18号空军也宣称 空房与情报传递无语 但青年日报却悄悄曝光 马防部信号枪操作教育训练 原来是为了强化外岛空房 军方将信号枪下发到一线哨所 也嚇阻地空不明机 但卫哨射击人需防区指挥官同意 罕见的做法引发热议 也有专家认为将造成反效果 反而曝光我军地面明暗哨位置 射程只有50公尺的信号弹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很搞笑的一种作为 你的监察哨的位置 全部都附入框 然后对对方一点影响都没有 不要干这种蠢事 我们的外离岛的守军 当然他有配备一些防空飞弹 但是他可能不太敢使用 守军发射这个信号弹 让这些热烟或光影 引起这个不明机 有人机长的注意 这个还是一个不错的选项 这个是一个等而下之的选项 经由防区指挥官同意 方可射击 应断局势威胁 海军三军将24小时巡逸 陆军北中南东全岛四个作战区 每天至少派15个连 全副武装配备实弹进行战备征询 海军在台海中线 以东的巡逸兵力 也直接翻倍 从两艘增加为四艘 海陆空三军全天后 在海降与陆地战备征询 常备兵要40万 后备要20万 那现在距离这个数字差太多了 我们现在大概全部加起来 不到20万 这样你不要用以前的观念 来打下一场战 你用能力去寻手 倒不如加强外离岛的勤奸 真的这样 欧战阵让两岸情势一发严峻 国军备战台海战云密布 也让国人心情跟着拉警报 见人家会往今晚SNG小组 台北三方报道 如果您经常这晚上睡不着觉 您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 茶氨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 记得打上我的这个折扣码 CTI717 若于帮你来打折 我平时比较